这新消息还要带您来关心的是在台北市仁爱入圆环这边有一间私人招待所 传出有人暴毙身亡 据了解呢是有几个男子或者是女子不行的 有几位好友说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相约喝酒聚餐 其中一位年约30岁的灵性男子不生酒力 醉得不省人士 那么朋友就将他拆扶到沙发来休息 没想到灵性男子走到了楼梯间之后就倒卧不起 当时他的朋友没有想太多 居然就自行离去隔天被保全人员发现的时候 这名灵性男子已经口鼻出血死亡多时 目前详细的原因 法医驗尸之后才有办法来理清